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它的主题就是在系统里面的 这个力学上的一个关系 我们称为系统系的力学 那其中一定要提到直星的观念 所谓的质量中心 它指的是代表整个系统的质量 那什么叫质量 叫做直星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找到一个质点 这个质点呢 不一定是在系统的内部 那这个质点呢 能够代表整个系统的质量 因为它符合这个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就是F等于MA 那这样的这个质点呢 我们就称为这个系统的质量中心 它的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当我们在讨论 系统的运动的时候 如果用一个单一的质点呢 来代表整个系统的运动过程 对问题呢可以把它单纯化 我下面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比如说我们发射一枚炮弹 好 所以我们画一个坐标 这个炮弹呢射出去以后 在这个地方呢突然间裂成两块 一块呢往这边掉下来 好 直接掉下来 另外一块因为它有一个水平速度 所以它会飞出去 当我们找到这两个碎片的距离的时候 两个碎片都找到了 好 在这个地方 好 出现第二块碎片 但它的质量中心呢 其实还是顺着原来的 本来该有的轨迹呢 会掉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从它的直星的推断呢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这两块碎片的位置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看如何来利用数学公式呢 来找一个系统的质量中心 那原则上我们了解到 系统呢是由无限多个值点呢 所组成的 那每一个值点就是代表它的一个坐标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点 那这个整个系统的质量中心的x坐标呢 我们就是把 每一个值点的质量 乘上它自己的x坐标 因为它是一个点 点的话本身就是代表一个坐标 每一个点的质量 乘上它自己的坐标的x坐标 那通通把它加在一起 第一个值点的质量是m1 它的x坐标是s1 然后加上呢 第二个值点的质量 乘上它自己的x坐标 这样一直加上去 直到把每一个值点的 这个质量跟它自己的x坐标 加完为止 它的和 然后除上整个系统的总质量 得出来的比值呢 就是代表整个系统的质量中心的x坐标 那这个系统的质量中心的y坐标的处理方式也是相同的 就是每一个值点的质量 就是让它自己的y坐标 因为值点就是一个点 也就是一个坐标的意思 那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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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两个人穿着溜冰鞋 那中间的距离是五公尺 那两个人互相拉 互相拉的话 当然这个系统 这两个指点会互相靠近 但是很明显的 整个系统的质量中心 其实它是不会动的 一换句话说 它们相接触的那个点 其实就是代表 整个系统的质量中心 所以我们就利用 那个质量中心的数学公式 就可以找到 很容易的就可以找到 这个系统这两个指点 虽然互相在移动 相遇的地点 就是代表整个系统的质量中心 我们就利用刚刚的公式来计算 所以这个系统的质量中心 就会等于这个甲的质量 我们叫做100公斤 那它的坐标我们可以设成0 然后加上乙的质量是25公斤 它的坐标是5公尺 因为甲如果是0的话 乙就是5 那整个系统的总质量 是125公斤 所以换句话说 整个系统的质量中心 其实出现在坐标1公尺的地方 那因为它们本来相隔是5公尺 那等于这个重心 它是这个质量中心 其实它是比较靠近甲的 所以等于甲是移动了1公尺 那有关执心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介绍了1公斤